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建造空俗的妻子在路上走 后来把空俗给杀了 杀了以后又把他在过去给杀掉 在经里面如果要提一个人的名字 一般的刑判就说《罪典》 就是饥饭、饮饰、死君的话 醉在他,所以才称宁 所以称宋都就是称宁 所以称都一次 这个都字我评错了,应该是那个 好,好,好 好,好 好,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下面这个男的字是正义里面 称这个都对在这个都 所以古人的话称字 不称明的 如果你要是 该称明的时候 如果是称字的话 那就是贵动 就是轮动它 要说一般的话 你要是称明的话 就是这个便 这个是士君的话 称明就是罪 是因为这个称字有罪 所以罪在这都 另外在这个孔鼠的话 也讲的话 称他的这个名的话 也是 也是在这个便士堂上 那么讲的话 称字来朝 这个 这个 三月份的话呢 为这个西侯 陈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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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绿天单独啊 在这边 这个我们上老师给我们看 上老师在这儿我们就 上老师都给我们看见 张埃伯见大靠体 这是第十三页 张埃伯见大靠体 我们讲过张埃伯 他的父亲张喜伯 见陆寅宫关羽 不要让陆寅宫去看见 这是他的儿子 见陆寅宫 不要去 收得有贿赂 有贿赂的话 就是告证 跟我讲完 讲一讲完 讲完 你来讲 你来讲 你去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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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这个书没有 没有人家的名字 没有人家的名字 对 这个 他就没有人家的名字 这就是你要顺着老的话 就能放到他 这个的话 就在这个断领 就在断领 这些名字都会起 都说一下 你看 在乃熟 王仲瑞 那谁读一下 雖老师 是夏思月 夏思月 再读一下 下四月 下四月 取告大禮 誤身納於太廟 非禮也 詹埃國見約 君仁者將招得色違 以臨照百官 詠句或詩之 故昭令得 以示子孫 是以輕妙茅屋 大怒略襲 大怒獲襲 佛襲 太耕不治 姿實 故不作 朝夕 簡也 滾棉 五 腹腹挺 淡長 低 細 橫 膽 紅 顏 朝夕度也 躁育 頂 頂 彈力 流 櫻 朝夕樹也 火 火 龍 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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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 朝夕文也 五色筆相 朝夕霧也 陽 鸾 和靈 朝夕生也 三 臣 齐齐 朝夕明也 腹 福德 簡而有度 當降有數 文物已記之 聲明已發之 以臨 照百 以臨照百官 百官於世夫 借據 而不敢亦 紀律 金滅德 立委 二之妻 律 露器 太妙 以名是百官 百官向之 其又何 衝焉 佛家之敗 由 官邪 也 官之師德 寵入 張也 告明在廟 張熟 聖念 武王 克商 千九鼎 於洛邑 亦是 游獲飛之 而況 將 朝為 亂之 露器 於太妙 其弱之河 空屋廳 周 內史 文之曰 張孫達 其有厚於無也 其有厚於無也 其有七月 其有七月 其後來朝不靜 其後歸 其後歸 乃謀華之 其後歸 其後歸 乃謀華之 從歸 那裏 當勇 軍委不妄見之 Die 那就結束了 他前后没有那个段话,读这个书。 那么他那个书里面的话,问一下张老师,他说那个大陆乐习啊,就读成获习,他那是怎么来的呢? 应该也有读书这个名书啊。 有这个名书吗? 五十页。 因为那个张老师读的那个,他那个是十三页到十三啊。 他买那个书。 这本书也有啊。 这本书上是读乐,那本书上是读活。 就问一下张老师,他那个读音是什么的呢? 会不会越细。 可是我们说这个做什么裹。 而且这个 Vitamin 书头,那他这个是个裹的啊! 嗯,这个时候的主师的乐社会使用这种鞋子。 对。 اخ kapataonu we. 这个下面的话呢,这个下面的话呢, surprise Шuss…" 这个是一样的 这个的话呢 意思是一样的 这个的话呢 叫做不破坚 不的话就抬去了 破就破了 所以的话呢 它就在你那边就有核音的话呢 还是呢 核音 对 它是按着核音 这是核音 货,应该是货,在这个重势上面满切是互货吧 对,互货,就是货,就是获得的货 那么这个意思的话就是用谷草编的旗子夺席 可能那个谷音的话,那个乐队的话,就发了那个货,应该是这么一样 对吧,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就不得这个转弦大,有种大规乐器 所以它这个新的这个,做的大规乐器也有这样 还有上面一个帅点,在那个里面头上那个路边 那个应该是帅吧,应该是帅 这个是最终的,这是最精的 你看看这个,这就说这个绿 这个绿的话是音律 所以在 我看到老师这个字上去写吧 这个图音的话 新的课本的图音 还是比较什么的 对 音律 这个图题 这个图题是说音律 音律 那个 银 银是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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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的 然后第四个 银 银是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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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 现在汉语普通话没有这个银 银 它是 它在这地方的话就什么 嗯 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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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底下 一个 意思的话呢 它就有误解了 嗯 所以不用 看一看那个词词的话 这个意思就知道了 这些 银 银 和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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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油什么时候叫做油 油它是通点油 通那个流的流水 经骑上的飘带 就是在它 今天文章的话,读得什么?应该是《流音流柱》。 它除了这几个名词,在里面。 说书的东西,现在很多人不太用了。 要不我们再说一下。 夏天的四月,取得高的大礼提送。 为什么取这个宋呢? 因为宋伯的话,华都拿着宫府, 国军宋军的话,就用着宇宙。 宇宜,宇宜。 杀了以后,这些猪猴的西瓜, 和宇宇宇宇宇宇宙。 重 surprise。 奇侏猴、臣猴、盞伯。 到宋伯去宇宁。 收了柜就回来,折了这么一个顶, 折了这么一个顶的话, 就放到《太庙》里面。 这个蔡庙的话,是周公的庙。 因为这样的话,本来受惠的这件事情就不对 你把这个东西放到天庙里面,向天下巡程展示的话 张爱国劝他,不要这么干 作为军人者,作为国军 作为国军的话,要遭得塞尾 你要做一个,遭就是遭明,遭就是明 德的话,就是善的意思 所以你要遭明的话,这个善得 这就是大学里面讲的,叫明明德 这个塞的话,就是必塞 这个尾,就是邪恶的意思 你要把这个邪恶的事情的话,把它关闭了,把它塞住 然后呢,把善得的事情,把明德的事情,要高明它 就是,我们都讲的叫,变恶阳善 是吧?那么这样的话,来营造百官 那么,你这样的话呢,在治理国家的时候的话呢 面对百官的时候呢,还怕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 或实施 所以呢,那么根据一些具体的,使用的东西 器物的话呢,来招式子孙 你们啊,来招式子孙 来吧,不好意思 大串举例就举例做明 对大串举例做明 还在这边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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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总 谢谢 没说的话再近一点 可以看到这个 可以看到这个 所以说 根据一些 下面的东西来举例 说明的话 显示 如何来 招得塞尾 如何使得 令德 令就是 善的意思 美德的意思 如何使得 美德的话 能够招民 明明德 来祥子孙来展示 所以 给古人 做的庙 清庙茅屋 所以庙 庙的话 庙的话 以 茅草 来装饰 或者说 盖屋顶 这一点 很像日本的神社 日本神社 做的很简单 而且不求长久 过一段时间 拆到一个能力在中 你才盖一个 很简单的 清庙 清庙 清净之庙 也不要做的 画的不照的 装饰的很豪华 做的简单 清净 用茅草来装饰 坐在这个车子里面 这个车子虽然很豪华的 天子的玉路 大路 路就是车的意思 天子坐的这些车 称为大路 还有说 活席 刚才讲的 月席 古兵 活席 这样的话 还拿草边的席子 去放在这个车里 使得的话 它更加简朴 就是要 你豪华的东西 要靠简朴的东西 把它给 往地里拉 不要做的话 要无尽的去追求 这些物质上的东西 那么在祭祀祖先的时候 这个太庚 就是 太庚的话 就是 这个祭祀祖先的时候 可能以前古人的话 最开始 打着野兽 然后 堵在这个汤里面 漂流放 你不懂 盐 咸 甜 还是一些 五味 酸甜 不辣 他不一条 那你对于古人来讲的话 对古人来讲的话 那么 因为古人曾经吃过的东西 不要说 像后人的时候 现在我们五味俱全 各种灰料的话 就是他放的上 所以古人在祭祀的时候 就是那个酒 最 放的 那个离土间 最近的那个酒 就是最圆酒 圆酒是水 就是最简单的 对 今天我们看的 最避免的 酒水 我们讲 它就蛮水 所以 当那个 最理商的 酒 来祭祀的武器 所以现在越近的 比如说 越高级的酒 你还喝不了 这个糖面 所以这个讲的话 叫太根骨子 祭祀祖先的 这个肉根 他呢 还不放这些材料 还有这个 知识不着 那么 知识的话 就是 祭祀的时候 然后呢 放在那个 盘子里面的 那个 粮食 鼠 这个 鼠祭啊 这个 鼠大粮 他呢 还不把它呢 给这个 壳的话呢 给去掉 糟就是那个村米 那米是不村 还在壳呢 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朝夕见野 就是朝事 要节俭 是 要减苦 这个人的话呢 对于物质的这种追求的话呢 那是没有底线的 所以昨天我看了一本书 是美国的一个 是社会学家吧 可能过了次了 这个 就评 这个 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 社会学家 还是怎么样 就评了 他说 现在社会的发展 啊 所以发展的话呢 是一种幻象呢 还是一种真正的 一种 组组的明灯呢 比如说 每年我一定要 6% 2% 8% 的这种 这种 这种发展的话呢 是一种 幻象呢 还是一种 就是对于这种 物质追求 这种 一千多的这种 出发展往上升 那种过程 那种过程 那些过程 到底是对还是不对 这就 看出来了 那么古人的画展 非常想的 比如说 那个 泰国的画展 讲 勾用就好 你不用说 每年我一定要有多少个发展 我勾用了 就可以了 世俗经济 这更符合我们 现在的这个 所以你的车的话 再好 还放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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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炒炼的 炒熄 然后的话呢 你现在做的 这个饮食 那个 那个 我们今天讲的话 那个 马汉全席 你现在的话 公司 一是组建的时候 那种的话 也加了五种棒 那酒水的话 就有坏食 那么那个 这个粮食的话呢 不要说 用那个精米 前两天去参加一个 日本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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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记得 那个 协会 卖日本清酒的 日本清酒 有一种酒的话呢 就是 他 把那个 那个 他那个米啊 做酒的米啊 剥掉75% 或者85% 就剩下一个芯儿 那个酒的话 卖的最贵 那你看 那古人的话呢 你知道 知识不早 连那个壳都放在上面 就不让你人们的话 对于这种清晰的追求 那么实际上是 对人的这种欲望啊 对人的这种思想的一种 帮不归真 帮不归真 这种帮不归真 所以招式且坚引 不要太奢侈 不要太奢侈 这个滚 这个滚 这个滚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画龙的 这些这个 这个 和衣服 那么这些的话呢 画龙一衣啊 啊 这个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是 君王穿的 古代天子啊 君王穿的这个衣服 还有一个脸 这个脸的话呢 戴着这个帽子 啊 这个那个 这个 上一课呢 我们讲了这个 这个脸的话呢 它这个帽子上面有一个 平的那个 那种 那个 呃 呃 呃 那个板的话呢 它不是这个水平的 它是前低后高的 啊 那么 那么正义里面说的话呢 为什么呢 那就叫负脸 啊 就叫这个 这个 呃 浮面啊 啊 或者叫这个 面浮啊 浮面啊 啊 就是往下 就是往下 就看这个的话呢 就是往下这个 这个 就像这个 这个 浮身正化的这种情况 啊 我们就看到一个 像泰国皇上的话呢 去那个 那个 呃 到那个 民间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 老天的话呢 太太就 就跪在地下 然后那个 皇上的话 就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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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帽子呢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啊 说你要那个 浮下身来 啊 啊 啊 他不可以做了平段 他不是前高后低的啊 啊 就是前低 后高 啊 就是教你有一种 出身的那种感觉啊 啊 啊 就是说那个 就这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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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位的人啊 啊 通过这个 这个 这个 冠冕的话呢 使得要他知道啊 你高位的人的话呢 他能够放下这种身段啊 还有一个 斧 这个斧的话呢 就是这个 为什么他还 这个斧呢 就跟我们今天这个 做换的那种移训似的 那古人的时候呢 开始的话呢 就是打了这个羽兽以后 就拿那个 皮啊 就是围在这个身上 是吧 就围在身上 那么 慢慢慢慢的话呢 他这个 也是代表的话呢 就是 你不放稳 古人的话 就是带这个东西 他就把后面有去了 就是前面那块 所以他这个斧的话呢 是这个 即可做的 那个 也叫做B7 B7的话呢 就是他盖在这个 膝盖前面 从腰段开始积 然后盖在这个 然后盖在那个 膝盖这个 就把这些膝啊 膝盖的话 给脱衣服 保护衣服 叫B7 那这个祭祀 那这个祭祀的 那不是法律的吗 这个是 方向列人 还要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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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他这种礼图 就是正规的这种礼图 那么就是 古人的时候 也显示不忘本 古人的时候的话呢 他祖先的话呢 有这个东西的话呢 他留了一半 放在前面 这个B7 还有个挺 挺的话呢 就是拿在手里的 这个玉座的 或者竹子座的这个板 那么这个板的话呢 这个 根据职位的不同 它是做的材料一样 这个招式 这个等级的 还有这个带 这个带的话呢 可能也是你不同的职位的人 这个带 这个带 相似处处 对 对 它这个款式不一样 还有这个长 长就是 古人的话是没有裤子的 就是那个长 下面的话 上一下 上一下 是没有当的 没有当的 所以 上面呢 叫一 下面的话呢 叫长 我们今天的话叫一长 这个B 这个B的话呢 就是我讲的话呢 那个扎腿的那个绷带 我们新军的时候 那个八路军新军的时候 就是嘴上的大空袋嘛 帮着蟲子啊等等 进去 所以说古人的话呢 看来这个呢 就传的是比较早 是吧 古人就知道 把他绑起来 那些蟲子啊 从蟲子里钻进去 去摇脸 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这个 所以还有这个第一带 那么还有这个 这个戏 这个戏 这个戏的话呢 这个 这个戏的话呢 这个戏的话呢 这个戏就是蟋 对吧 我们现在就不知道 那些戏 很代表这个戏的意思 我们现在这个 不太用的意思了 那么他这个戏的话呢 讲的那种 这个戏的话呢 是那种 双腾笔的这种戏 这个固的 双腾笔的这个戏 还有这个戏 还有这个戏 这个戏的话呢 这个戏的话呢 代表的话呢 就是那个 呃 你看 或者那种钻子 是吧 看这里写 看我这里写 看我这里写 戏的话呢 就是那种 那个 妇女用的那个 以前不戴妇女 团图嘛 把那个团团起来之后 就拿一个戏子的话呢 给它插起来的话 就是那个东西 就要横 但是横的有两种 一种的话呢 它插起来以后的话呢 那个 戴着帽子 对吧 把那帽子戴起来的话 要把那帽子 团团上去的话呢 横穿帽子呢 它有一个 它现在这个给讲 是那个东西 对吧 男主人有那个横 所以女子呢 横的话肯定有一个就够了 因为在里面的话呢 在男主人把头发束好以后 那个 那个 然后拿那个布 给插住 拿那个 那个 那个 宽着布条吧 我的力气啊 然后把它给裹一下 然后呢 把帽子放上去 帽子上去 把那个横插一下 固定一下 就是那个 那个帽子和你头发的话 就在一起了 应该的话 一个人不能插两个 这个机的话 就是复离的 是吧 不在复离的话 你不戴这个帽子 是吧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帽子 这个帽子呢 这个帽子呢 也是脚身法 这个帽子干什么用的呢 古人的话呢 像皇上的帽子上 他前面呢 有一些流 是吧 然后的话呢 旁边的话呢 两个人 那个 实践下来 实践下来呢 挂了两个 那个玉的东西 那玉的东西 就像耳机一样的 把它塞上去 但它不是为了听的 它是乱里听的 还有前面那个流 刚才讲的那个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油字 那个油 那个流 它就是不让你看清楚的 比如说 好多事情啊 不要那么深长 水是清的无云 所以就给你挡一点 不让你看太清 然后的话呢 那个田的话呢 塞在耳朵里面的话呢 就像玉做的啊 好多事情的话呢 你不该你管的 不该你听的事情的话 你不要去听 不要去管它 因为你把下面的 所有的事情的话 都听清了 那些爱情 这些国家 真正的大事 也没办法去 去治理国家 所以的话呢 它那个田的意思啊 就是塞住你 不要什么东西 都去听 或者说 你不要去 非礼物听 或者说呢 前面那些东西的话呢 叫非礼物听 是 就是不合理的东西 你不要去看 不合理的东西 你不要去听 就是 古人的话 很勉强 做的装饰的 这个意义在这里 还有一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叫做这个 这个红 红的话呢 就是那个阴带 这个阴带的话呢 就是这个 寄那个帽子 那个 帽子怕它掉了吗 不管能有一个横也不行了 还要寄一个带子 把它给记录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就称这个 盐 这个盐 这个盐的话呢 它也是那个 那个 帽子灵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王力的话呢 这个 冠绵点 那块 板上面 那个板的话呢 可能是拿木头做的 把木头做的 或者什么 这方面的话呢 覆盖一层木 就是那个盐 那么这些的话呢 都是要干什么的呢 就是要 招名妻子 做这些东西的话呢 都是有它的意义所在 一表明的话呢 它的这个制度 还有那根枣 草 这个 绿 饼 这个 这个 笨 这些是什么东西的话呢 那个 草绿啊 草绿的话呢 就是拿那个 实际上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垫 或者是一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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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金啊 就是那个 配金啊 它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呢 这个 这个 古人的话呢 手上呢 就是那个 拿的那些鱼啊 就是什么 龟啊 或者是 壁啊 或者是 这些 章啊 那些鱼的话呢 把它的东西放在这个 这个 就垫在 它就是一个垫子 就是 找鱼啊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叫做这个 找鱼 是吧 它就是这个垫子 把那个 那个 那些鱼的话 放在上面 或者像我们的 杯垫啊 就把这杯子放在上面 所以就是找鱼 那它拿什么做的呢 它拿那个 拿皮做的 拿皮做的 那么也有说呢 它就是一个 那个 那些黑金 那些黑金的话呢 搞不好就是拿那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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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上面做的 还有这个 银本 这个银本的话呢 就是刀铁 刀铁上的这种装饰 就是刀铁上的 这个 装饰 装饰的话呢 一个是上面的装饰 一个是下面的装饰 那么 我们这个上面写的话呢 这个银本的话呢 一个的话呢 就是刀 一个就是一个是铁 一个是铁上的装饰 这个银本 还有这个盘 盘的话呢 就是那个 那个腰带 然后那个粒,那个粒的话呢,就是腰带上的话呢 到了那个头的地方的话呢,它垂下来这一块 就是这个,往下下坠了,就成为这个粒 还有那个油,或者是读成这个油 现在它读成油,还是读成油 这里读成那个油 下面是旌旗之流 我理解的话 比如说古代的旗子 下面有一点醉下来的地方 这就应该是这个旗 比如说宁元旗子 这样我们挂在这儿 或者一个黄子挂在这儿 然后底下的话 底下那个树 底下那个树就是这个流 我们也在流树啊流海啊 那就从那来的 这个流啊 宫里面前面的流海 那个流 这些的话呢 它都是有树的 怎么讲的话呢 就是说 那个 根据这个学位的不同啊 它那个流的那个数量啊 或者说 它这个用的这些东西的这个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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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迪亚都是不一样的啊 所以呢 前面那个 枣绿 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树 好像是在彩色的 王五色 就是说 它的树式上说的 嗯 这是用皮子做的 嗯 所以基绿也就是 方便 那基绿啊 所以放了一个绿的 对吧 王五彩 公猴伯三彩 然后子男二彩 所以它这个数字 它是根据颜色来 王是五色的 啊 根据颜色 公猴伯是三色的 对 决的 二色 就知道了 所以它这个是 朝期术业 是根据什么 根据颜色来分件 你看你 什么颜色 你是真正的 啊 对了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所以根据这些的话呢 来 见解这个 啊 那么还有就是 火啊 龙 术术啊 朝期文艺 这个文的话呢 就是那个文路 就是画文 啊 这个你是 你画文 上面是画的火呢 还是画的龙呢 画的虎呢 还是画的虎呢 还是画的虎 这个虎和龙 我们都知道啊 就是那个 你一看就知道 这个虎的话呢 第一个虎这儿 就是的话呢 就是那虎头的虎 它那形状的话呢 就是画的那虎头的 那个形状 就称为这个虎 第二个虎的话呢 就是那个底地儿 自己的底地儿 然后呢 相对 对 好 我认为这个 是自己的底 啊 然后相对的 这个花纹 这个叫虎 就是根据这个花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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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虎 这个虎呢 用黑白 二色秀的这个花纹 啊 第一个它讲的一次 是用黑白色 啊 两色的话呢 是秀的这个花纹 但是这个花纹 它那个形状呢 是 是一个虎形的 这个那个灯离里面有讲 啊 就是那虎头的那个形状 啊 因为你要秀的花纹的话 里面有两个色 你秀成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它就是这个虎头的形状 啊 那么这个虎的话呢 是用黑色的和青色的 两个色的话呢 秀的这个花纹 那么它秀的这个形状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自己的脊的话呢 相对的 啊 这个 就相背 啊 就背靠背的 啊 那个形状 就是这个 它用那个青黑色的话呢 两种颜色的话呢 来画出来这么一种花纹 啊 啊 那么都是 目的的话呢 都是召集文言 就根据你这个文竹啊 啊 那个那个 不同久位的人的话呢 你可以用这个 什么样的这个文竹 在清朝的时候的话 那边 不是用那个谷子嘛 啊 啊 你画的那个东西 那块谷子啊 上面是什么文竹啊 啊 就代表你那个机械的观念 所以一看不清楚 那也是 啊 一看就知道您说 极品观 啊 对一看就是极品观 极品观的话 用的那个谷子不一样 对 它那谷子前面那块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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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 切在那个 那个 胸心前的那块 一块 一块手绢呢 上面 画的 画的 什么 或者一咬啊 或者是什么 对 就是那个 看的是有级别的 各级别 什么级别的人 以及一对 用的什么乳暗 啊 那是乳暗 对 那么还有对五色 啊 那个五色的话呢 那么那个 那个 就根据这个 天地四方的这个颜色 啊 这个 来这个 这个 这一讲的话呢 就是 青黄赤白黑 啊 用这个天地四方的话呢 不同颜色 啊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 这个 东边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 青色 是吧 南面的话呢 应该是这个 赤色 西边的话呢 是白色 北面的话呢 是黑色 然后当中的话呢 就是那个 这个黄色 啊 这个五色 这个 这个五色图啊 这个 这个 这个五色的话呢 那个 那个 五色图的这个 这个集团的话呢 在 在天门广场 中山墓园里 中山墓园里 中山墓园 当时代表汉文会教育 啊 就是这个 看的就是 这个 五足固和 民国时候 五足固和 啊 搜索 啊 这个 啊 那个是民国时候才造的 对吧 那很晚啊 那个 我们很多 发泰的这些 民族和理念 都是民国 共性的社会 民国 就是 那这个的话 这个概念 它那个 祭坛的话 那个五色的土的话 那个青床 可能它有 但是民国 后来就把那个意思 给那个 把那个上定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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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北洋 北洋民国 对 对 国民党民国 应该是这个 十二星的那个 是 那么 那么 还有的话呢 根据这个铃铛 啊 叫做 羊鑾和铃 那么 那么 根据这个铃铛呢 我们挂来 会从这个位置上 啊 那么 第一个羊的话呢 这个羊的话呢 挂在什么位置上呢 就挂在那个 马的这个额头上 啊 马额头上的话呢 可能你几个诊儿 抓过去的话呢 就在那个 额头上面 挂这个铃铛 那就成了一样 然后这个铃的话呢 那么 那么 就是那个马脚子上面 啊 挂一个铃铛 啊 就是这个铃 啊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铃铃铛 啊 就是那个铃 那个河的话呢 也是一个铃 那个也是 它挂在那个横上 那个横的话呢 就是车前面那个 你要站立的时候呢 手扶着那个杠子 啊 那个就是那个 横的 放在那个 那个车厢前的那个杠子 啊 啊 那个栏杆 啊 就放在那个上面 就是这个河 还有这个铃的话呢 就放在那个旗子上面 那么 那么 根据这个的话呢 来这个招名的话呢 就是声音的 那么 那么 还有旗子上 画的这个日月行程 叫三辰 啊 来表示的话呢 那个这个 这个天相呢 啊 就是向天之明的 那么 后面的话呢 就讲福德 啊 简而有度 所以这个德行 这个德的话呢 要从它这个简 啊 但是它是有度 有度的 比如说这个简到的 这个 这个 无限度的这种节节 啊 简而有度啊 来从上节点 简而有度 灯降有度 啊 这个灯的话呢 就是升的意思 降就是下 啊 就是上下宗碑啊 有着一定的那个定数啊 所以古人的话呢 讲那个礼的话呢 也是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上下这个宗碑的话呢 就是这个 啊 这个 这个级别啊 文物以及词 啊 前面呢 那个 讲的那些都是文物啊 啊 这个 来的话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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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 这个 上面这些 文物啊 画纹啊 和这个 物件啊 啊 讲的 这个 车马 服装来的雕塑 声明八字 还有声音 还有旗子上画的一些东西 来表明 以引导反观来治理这个国家 这样的话百万一处乎结局 因为你有这么多礼仪 规章幅度 所以这百万才会有所境界畏惧 因为有规矩 而不敢的话 义 纪律 纪律今天这个词我们还在用 这个词画得比较早 可能这个纪律的话 整次是词 它是出点处了 应该这个词 在以前上别的词上 没看到 直接是纪律这样写的话 主张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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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 这个词 主张上来是绿 一 而不现在就是一个词 别像一个词的 这边用的话 我还投一词看 看了 请些人今天还在用 经灭德立委 你把这个顶 从那里拿过来 你把这个词灭掉 原来本来这个词 就是要靠这些来彰显的 就靠刚才上面讲的 这些事情来彰显的 你把这些事情 全面忽略掉了 把你灭掉了 那么怎样的话呢 立委 你把这个邪恶的东西 你灭露的东西 你把它放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来向 那个治理国家呢 所以 而直气如气于贪药 你把这个受贿得来 这个大饼的话 放在料理 你明示百官 你顺这个国庭 干的这个事情 所以百官相识 相识就是相当于学习 那一个诱和督 那么你这样的话 怎么来责备这些 你手下的官员呢 所以说国家失败 有官协议 国家的这个衰败 就是因为官员的话 不行政道 有邪怒 官之失德 宠度张义 官员的话 失掉这个德 失掉这个品德呢 就是因为啊 这个得宠 然后的话呢 这个嗜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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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贿 这个贿赂 然后的话呢 脏 就是很脏钱 就是 这个 贿赂的 算是不精致 今天我们这个章子 就加三个贤 对 今天加了三个贤 就脏钱很脏 不精致 就是因为的话呢 这个贿赂的话 你不贿赂的话 你半个四千 啊 那个那个 那个 观之失德 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贿赂 因为你这个大饼 就是会得来的 这个贿赂 啊 他就得来的 所以告领在庙 章竹圣焉 你这个大饼 在这个太庙里面 你彰显的事情 彰显的这个恶 没有谁的话呢 能感到这件事情 可以说当初啊 可以说当初啊 周五王的话呢 刻那个 那个 灭掉那个三号以后的话呢 就战胜三号以后呢 把那个 那个 这个九鼎啊 这个 签到这个 洛义里面来 那个 这个九鼎呢 下面诸子有讲啊 湘船呢 为下雨 收九州 这个九鼎啊 就是九州 这个 这个赂赂啊 所贡献的 这个 这个金啊 那时候这个金 应该就是 对吧 就是应该这个 然后 以上能 下能九州 啊 为下昌州 三代全国之宝 所以他住了九鼎 每个鼎的话呢 代表一个 这个州 是吧 所以叫九州 那么 也是这个九鼎 这个 这个 后来的话呢 我们学到的 仇族的话呢 这个 问题 仇族啊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 那个 那个天子的话呢 那个大神的话 答得非常好 所以你不太听懂 不太得行 哈哈 太得行 所以意思呢 有过非之 所以天下的这种 这意思是啊 因为他这件事情啊 对于这个武王的话呢 做的这件事情的话呢 还有不同的意见 啊 而况 将遭鬼乱之 露气于太廟 都放了你这得 那个贿赂得来的这个 那个 那个顶的话 放了太廟 其弱之河 但是的话呢 对武王都不听他们 这个周朝的那个内子啊 那么就是这个天子的这个 那个 那个死官了 啊 说呢 张春达 其有厚于鲁夫 所以军委啊 不忘见之以德 所以张春达的后代啊 在鲁国的话呢 会兴旺起来 啊 所以呢 国君的话呢 做出什么事情的话呢 他会以德的话呢 来这个归见他 啊 这一段看有什么问题吧 看一下这个红的这一段啊 这一段啊 所以古人说这个德是什么呢 德就是德 就德到了德 叫做 为内德于心呢 外德于物 在心的话呢 为德 诗之那为行 所以我们今天连起来讲呢 就是德行 啊 你说你这人有品德 但他内在的看不出来 那么怎么样来显示你那个品德呢 那个德行呢 那么你要把它的话呢 处置于行动 啊 诗之为行 这就是德行 所以德的话呢 是行之未发之类 啊 那个德的话呢 是在内心的 表现不出来 而德在于心呢 不可文见 啊 所以呢 顾圣王呢 设法以外物表 设的什么法呢 就是前面的那些法度 啊 来表现这个德性的 啊 表现那个德呢 然后的话呢 使这个德的话呢 能够的话呢 有一个外在的表现 啊 那么 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秋天七月的时候 这个启佛的话呢 来朝 啊 不敬 这个启佛归 乃谋华之 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 菜喉 正我 会正 死去除也 那么现在的话呢 这个楚国啊 就是在春秋里面 啊 入了春秋了 就是这个 所以美国有春秋的话呢 没有一个新的这个国家的话呢 在春秋里面出现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这个 争议里面呢 就会给他讲一下这个 这个国家的那个来历 那么在讲这个楚国哈 这个谱军 他讲的谱军是不是 那个 有一本书啊 专门讲那个帝王谱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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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一年查看他这个谱军 比如说 或者是 楚国谱军 对 对 那么应该有一本书 就是讲的那个 就是这个 那个甲谱啊 或者那个四足谱啊 那么 这里面呢 就讲了 说这个楚啊 它是米姓 这个米姓 这本书里面呢 把这个米字的话呢 给打上这个字 这个字应该是对 这个字 北战的话呢 曾经那个台版的书 那个 刚刚刚在这 这北战我们台版的书 打成这个字 这个 这个应该不是这个字 没有这个字 这个字 要现在的话 那是玉啊 不是玉啊 或者不是鱼啊 山玉 山玉是吧 编辑不认识就是 不是编辑不认识 应该是校对米 校对米 它是应该是米姓 哎应该是这个字 对吧 应该是米姓 对吧 应该是排错的 对吧 应该是排错的 我那个 在读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大概也 那个那个 还有一个 《申国的申》 它版 那个就是比较容易的 那个《申国的申》的话呢 它直接就 写上那个《中》嘛 对 所以这古书的话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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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就是 看 读到这么细 对 对 对 不可能 不光编辑 还不会读到这么细 对 所以你 这个 这个 没有 没有说 他使用米姓的意思 没有自己的意思 对 那应该就是 这个 那个 那个 给打错了 打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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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米姓 这米姓 对的 我把这个 这个 它这些东西 它是 武术的 手描 机器自动识别 没有 啊 这样的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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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因为 因为 这个 手出入的话 不会出这种错 它只能同音错 哦 它这个同行错 一般来讲 是 因为 北大厅 这个 十三斤呢 还有一个 我们曾经 帮他做过 这个项目 对 从做项目呢 把那个说不几字 你全部用手 输进去 哦 那样的 我们用这个 音序输进去的时候 应该 不会出这种错 我 那 可能是扫描以后 那个 HOSER2 机器自动识别 识别的时候 机器错了 较罪的人 没发现 嗯 可能有这种 我拿这种错的 就 莫名其妙了 对对对 一看呢 那两个字 跟那些原字 有点像 那有可能是有像 所以 看到那句子的话 呢 也没太追 就是 就是 后来一想想 这个楚国 这个米姓啊 或者雄姓啊 对吧 在整个中 就是他们那种鱼姓出来的 后来 再去找 找那个 张老师看这本书里面 没写这么细 因为他们有这一段 对 他们也写这一段 在争议里面写的一段 所以这个楚国呢 它是这个米姓 这个米字啊 你看它 像个阳字的 那个阴的话呢 就是那个阳发出来的 这个米姓 啊 就是那米姓 哦 是这样讲吗 我还 我看到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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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羊的那个脚一样啊 然后发这个音的话呢 也是那个羊叫的这个声音 啊 看过一次的话呢 我就记住了 那么这个 这是羊的叫声 第二个是性 嗯 一个羊的叫声 中国非洲独老姓是祝融八姓 啊 源于丹阳在独北进冤一段 啊 对 这个是祖国贵族的祖姓 米粤这样子 是啊 这个丹阳 这个丹阳 就是祖国贵族的祖姓 这个丹阳的话呢 这是假的 啊 我们也讲了 把他来看到这个 丹阳 所以说他很关心之后 你把自己的米粤 你关心的话呢 就是去丹阳 姓是渊源是 宣源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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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源氏呢 就是皇帝 对吧 那么丹阳的话呢 就是皇帝的后人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 五帝的话呢 就是 第一个就是皇帝嘛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这个 丹阳嘛 就是讲的丹阳 然后就是帝库嘛 然后的话呢 摇和顺 所以的话呢 说是丹阳之后的话呢 说皇帝是皇帝 这也没问题 所以其后呢 他的后人呢 叫做这个 鱼熊 玉 这个玉熊 这个玉的话 就是那个 玉熊就是给那个管 管那个 管那个活种 然后灭了蜂王 看来是这个四周王 就是讲 那么 那么 写的呢 也比较这个 比较简单啊 所以呢 他就服侍周翁王 嗯 他去的干什么呢 没讲 这里没讲 那么就要看我们那个 那个 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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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你说皇后的 祝隆王就不是 皇后的 是吧 荣之心者其在 你信夫 那么四周王王 死得比较早 那么到了城王 周城王的时候呢 风起曾孙 雄义与楚 所以的话呢 那祖国的话呢 他也有雄姓 就是这样啊 因为他有这个 民族下的地方 就把这个雄义的话呢 封在这个 楚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呢 说这些楚国啊 他也是 周朝的话呢 分封的 从这儿你来看 但是的话呢 以此南至田居丹阳 级别表低 公侯国子南达 所以它是一个 子诀 子诀 就是他那个 居了那个丹阳 就刚才张老师讲的这个丹阳 这个丹阳在哪呢 这是说 今南郡之将之影 这个南郡 今天的南郡 这是唐朝的话 因为在这个争议里面讲 那么 那个 那个 谁看的那本书呢 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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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隆看的那本书里面 就讲了 这个丹阳的话呢 这个之江的话呢 就是今天的这个之江 湖北 这个湖北的这个 湖北的一个 地方的这个 之江 之江属于湖北的哪个地方呢 中国的地方 就是大剑智曹的 你也是这样的 是 除王 但是他是自成王 对 他是自成王 非常好 他的这个 风的角度很低嘛 对 词 所以他那个 这边它不舒服 所以这个 这个之江的话呢 现在就在江里 家 在江里 在湖北 湖北 湖北 湖北的那个 什么地方 那个 这个是不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处 春秋里面第一次书院处,也可以说历史书上第一次书院处 因为以前的教处叫金人 对,在前面叫金人 这个叫做清王 就是把鱼熊的孙子叫做熊义 熊达,到了熊达这一代,史乘的王 这是刚才讲的,智乘王 这不是周朝能不能够放的 因为天下天吾二日,人物二王 反正给他封得很轻易,那位鱼熊算是互周还有光明 对,他本来叫周天子去给他提升爵位 周天子没同意的,他就自称王,就是初五王 初五王的十九年,他写的古文非常简单 能把历史用几句话给你讲清楚 他不跟你说,他跟你讲 到了熊达的第十九年,就是鲁熊的圆明 春秋了 然后五王居在这个领,领就是今天这个将领 也还是今天这个将领 到了昭王的时代,就是迁移到若 迁称到若的地方 到贵王的八年呢,就是祖贵王八年的时候 就获灵自岁 获灵自岁,就是春秋里面 到了贵王二十七年,春秋之传 春秋的话,就是结束的 春秋之传,左传结束的里面 就是祖贵王二十七年 祖贵王在位呢,五十七年 从他那以后呢,往下呢,又有十一世 二百九年,二百零九年 最后的话呢,秦国呢,把它没了 秦国把它没了 那么下面讲了一段 说这祖贼家,就是这个诗记里面 祖贼家称呢,这个五王啊 是谁人,是谁国的这个人呢 就是谁国的这个国家呢 当他的话呢,向那个秦王室中五号 他就想给提升他的这个主位 那这个周天怎么听,王不听 王暴楚,楚王怒,乃自立为初五王 这就是如月讲的,自封王 自立为初五王 是初五王,是贱号称王 贱号,就是周朝的话呢 他这个,没有给他帮忙 所以在那个一中天的话 我有一次听他那个讲章的话呢 说这个湖北的话呢 有一个口中语呢 叫不服州 就是不服州 好,这个很不服,很不份 就是不服州 因为这里有没有,无能够北人 不知道啊,是不是有这样的 所以说不服州 不服州,他意思是说 你这是搞不定就叫不服州是吗 不是搞不定不服州 他不服这个周朝 就是不服的意思 不服从 所以说现在还有这样子的不服州 对,现在还有这个口头传在里面 不听话 就不管 就不被闹窗,不伤伤 不服州 不服州那个周朝的统治 所以在最后的话,为什么叫不服州呢 然后一中天说呢 就是因为的话呢 他那个不服州 以前不服州了 现在变成一副光影 对,你传了这么久 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个国的这个方言 如果要是那个,你们江泽地区方言 我还能稍微明白一点 这个,应该怎么看 这边电视台有一部这个 字幕片 是楚国八百年 那是怎么办 啊,楚国有八百年了 他想要从最上路看是 能夹两部 还是丹江 丹江之洋 你想想楚国八百年 是正常的,你看 刚才讲的 他是这个 周五王门的时候 就封他了 周朝的话八百年了 对吧 他那个的话呢 最后的话 被启灭的时候 他被启灭的时候 他被启灭的话 就是那个 秦统一的战国结束 整个实际上也算是周朝结束 就八百年的话 那就会有 对吧 就实际上他跟周朝的那个年数是一样 周朝就是八百年了 自楚五王 四季号称王 楚国 蔡 正 正 正 激性 楚国 蔡国 正 楚国 蔡 正 激性 有 就是蔡国 都是激性的 都是这个周朝的这个 祖地 跟那个 楚国比较近 这是下一段 这怎么断句啊 楚国 你这个 是不是 很高兴小子 这是哪里 这是哪里 楚国 楚国 什么呢 哎 楚国的蔡正 是激性吗 有点 有点 打破感觉 很爽子 很爽 是 蔡正 激性的 怎么断句呢 来看一下 或者楚国那两个字 没有练进的 前面介绍楚国 介绍完美国蔡正 这两个国 激性有尽存 不具合对吗 楚国与蔡正 因为这前面讲到 楚的姓氏 后面是蔡正 那楚国 楚国的话 不是 楚国我都讲 已经了 那两个字 对 这解像 所以蔡正呢 因为它激性 离楚国很近 所以的话呢 和楚国的话 来绘盟 那么因为前面的话呢 讲了为什么呢 蔡博 郑博 会于邓王 只俱处 对吧 所以蔡正的话呢 是这个激性 所以的话呢 俱而绘盟 那我这 那我这 这笔图的话呢 我发了一下 在第六章里面的话 这样的笔图 我也可以打开看 我们楚国的话呢 就是你看看下面 那就是看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有一个是枝江 我们画一个圈 看到的汉水 对 当中那个大圈的话 这是祖 哦 枝江 一个枝江 我们现在有枝江大区啊 江陵 最开始说 它就是在枝江这里 是吧 枝江这里的话呢 就是丹阳 因为我们江苏呢 有没有丹阳 所以我一看这个丹阳的话 我就懵着 哎 是不是这个是江苏丹阳 只想想不会啊 那是到战国默契出国 才到二千岁 那可能就是 如果这样讲的话呢 就是他把这个 这个枝江那个丹阳的话呢 名字的话呢 给移过去了 对吧 像那个东京西京的时候 我们江苏 江泽的密集有很多啊 我还最变形的 我还在山东 现在不是在广东 对对 西京东建的时候叫桥县 我们那个 长州有一个叫做 那个蓝领 山东有蓝领 是吧 老的地方 都是在这个地方 老的地方都是在山东 一般是这个西京八王之乱 对 五湖乱华 北方的汉人 王坏豪 豪的时候整个家族 是由一个县令带的这个 对 然后在桥县 然后在南方建第二个县 桥县 对 北方通明 对对对 所以你看那个 冬季晋时期的这个 中国异性 对那时候很明显 对对对 所以这个 这个丹阳的发展 就在于这个 现在的 滋江的地方 但是现在滋江的地方 有没有叫丹阳的地方 有没有了 有没有了 但是呢 像我刚才讲的 那个蓝领 长州有 那个那个 山东还有 那么这个 所以有近一点的时候呢 两个地方的 那里面的话 还都保住了 但是这个三千 资家带也没有了 那个 楚国的话呢 还有这个影 这个影的话呢 这个 现在的这个 什么地方 江陵这个地方 如果这个楚国的 这个起源的话呢 基本上就 还是在北北 对 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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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陵这个地方 江陵这个地方 那么就是这个 楚国的这个起源 沙四 这是早期的 好期的这个楚国 是湖北的西部 中年的话呢 现在湾呢 离它还挺远 中年的湾 这个 湖北的话呢 这个楚国呢 有一个叫余孟泽 这个鼓励手上看的啊,就是余孟泽。这个是他的大者。 然后再往下面看的华容,就是那个观众们的华容照片。 好,我们看下面。下面的话,直接读一下,看看有这个出的。 好,我们读吧。 九月入祭堂不敬也,公吉隆盟堂宣咎好也,公祝祀堂告语庙也,凡公行告语宗庙, 判刑、敏制、摄觉、测勋明、理也。客乡会往来称帝当试也。 自三里上则往称帝来称蔚称试也。 初,既幕侯之夫人将侍。 先到这儿,把前面的讲一讲 9月份的时候,因为起国,他不进了,就入起 开军了,就进去了,就入 宫吉隆,蒙玉堂,跟隆人在堂的地方就好 冬天,工智智堂,告云庙 所以凡智国军出行,要告云庙 出行之前,向宗庙报告一下 返回来以后,要饮酒 为什么要饮酒呢? 要饮酒,加其行,要饮至 就是你回来以后,要饮酒 因为你出于当中的病 好像出门叫践行 回来的话,叫欢迎,叫什么酒 接风,叫做饮酒 回来以后,要饮酒 那么舍,叫做舍绝 舍绝,舍绝 就是放置的意思 宗庙的话,就是师生 那应该说 那么把这个,舍绝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这应该就是祭祀 就是像那个,在那个祭祀 在那个祭祀,那个报告的过程中 把那个酒绝的话呢 放在里面 绝对你酒气 还有测勋,测的话呢 就是书勋劳于测 把你这个功劳文 写在这个功劳部上 这些的话呢 都是符合你的 那么,特相会 有两个国的国君的话呢 相会的话呢 那么在这个 春秋的话呢 经里面呢 就是往来的话呢 就是说那个地 往来成地 在什么地方相会的 那么这个 这个 为什么不说主人呢 就是说 这个讲的 就是让事 什么叫让事呢 就是后面说 功于一国会也 必有会主 如果两个人不会的话呢 两个人都不肯为主的话呢 互相离让呢 这个会呢 就不成 所以呢 就说这一个 在里面的一个地方 不以 不协于这位主 至三以上呢 如果有三个国家 参加的话呢 只要往去的时候 称地 回来的时候呢 称会 那个事情的话呢 就要成事 事情就成了 就是在写春秋的时候 他的写法上 如果两个会来像会的话呢 因为二人都不肯做主 就说这地方 那么三个人 国家的话呢 现在有一个公道组的话呢 那么 这个 这个 去的时候呢 就说去哪里了 回来的时候呢 就是 成了一个 看这些微博文了 他的这个 写的这个 写的这个 写的这个方法 解释的这个方法 好 今天也下一个 是 你能够懂我来称地 他的事业 那么这样的话 那我们看前面 他都讲了这个 前面的这个 他都讲了这个 那个经的那一段 整经的那一段 整经的那一段 整经的那段 他不是讲了 这个 这个 公吉隆 蒙一堂 公吉隆 蒙一堂 就是说呢 他这个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子写了一个 叫公吉隆 蒙一堂 就两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经主啊 就是在一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那个 那个 这个 这个 会蒙的话呢 只写了一个 地名 没有写会 那么 那么 假设有三个人的话呢 三个国家的话呢 可以说 到什么地方去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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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就去的时候 就说的话呢 要抗帝了 如果回来的时候 他会蒙 在那 回蒙了 回来了 那这两个国家的话呢 这个回来的时候 这个回蒙 这个时候 这两个国家的话呢 这个回蒙的时候呢 都没有赌 都说 你说 我做主在一千让的话呢 互相的话呢 千让的话呢 就没有这么一个 没有这么一个 主持的这个 主蒙的这么一个人 如果三个国家的话呢 一定要有个主 那么这样的话 两个国家没有主的话呢 这事就没成 没成 那他就不写这个 这是一个规模 这事没成 所以就不写这个会 对 主持上面自己的一句吗 特乡 特乡会 公与一国会 会必有主 对 二人独会 则莫肯为主 对 第二 让会是不成 不但书地 只是 只是写上那个会无之地 哎 对 就是两人 两人见面不能说 我是主 你是脸从 对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写个地 就行吗 就两人在那里面 就见面 就不写别的事情了 然后的话呢 如果三个国家的话呢 那么去的时候的话呢 这么就讲了 如果三个国家呢 叫做那个 那个 四三以上呢 设法圣地 去的时候 在旁那地方 来的话呢 就回来的时候 成会 哦 会忙成功了 就写一下子 在那跟他会一个门了 所以他没写会忙这个事儿 就说呢 就说呢 这事儿没成 因为这个 这个 所以他家伙的 那个第一个的发展家 让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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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国家没那么成 或者说 没有做主 没有主门的 可能也就是重生一下 许就好 这属于 人家属于许就好 啊 那么这个呢 叫来成会 成事业 啊 就说这个 他的会盟的话呢 如果三国家的话 这事儿也成了 啊 其实是没成事儿 啊 其实是啥事儿也没成事儿 都不都在里面 啊对 就是这个 让事业 他这个的话呢 就是讲的话呢 嗯 在写这个 这个 春秋的过程当中 这个所谓的春秋必法 啊 这个春秋必法 这个春秋必法 啊 这个春秋必法 其实这个就是 应该说起来 这个传统文化 嗯 这些东西 我们不知道 看了以后 光知道字面有几次 而且还在背后隐含 对 有温言大语啊 他这个 这个事件 是什么样的 这个结果啊 通过这个字面移植 对 那要回结果 人解释是对吗 对 如果人不解释的话 你要不看那种云段的话 是不是看不懂 清楚啊 那么等到那个慢慢的话 我们学一段时间 我们回头再讲 他这个春秋必法 那个 叫做四例啊 就是他那个 例子的这么解释 再回头来看 因为 不学到那段例子 你解释的时候 这种印象不深 好 如果有没有再回来 再解释的时候 那你一定要生意 好 我们下一段 下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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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 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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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晋国的一个地名 那么跟谁打仗呢 在具体看一下 我这里没有查 晋入宫新年周晋军联合攻打嫖龙之士 这个嫖龙是嫖龙 是嫖龙之士 跟嫖龙的话呢 就是他们附近的少数民族来打仗 那么三位的太子 在这个三位当中生了太子 那么这个 这凝联就是 命之约 求 打败了是吧 没打什么是吧 反正打了可能结了怨了 也错了嘛 就是 求尽地 我太子文族也 一曲佔相仇怨 当然这个地方都叫仇一仇 结了仇了 结了仇以后的话呢 孩子就起了这个名字 你孩子就顺道就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这跟我们现在差不多是李元朝 李元朝 有这个事情 他本来怎么改了 改了三天水平 哦 原来是李元朝对吧 对对对 这个 你每个人 谢谢 你得去看我这个上面 我昨天刚好带了电脑 哦电脑有啊 对我直接上网 哦 厉害厉害 好好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起了一个名字 那么他的弟弟的话呢 在这个千五之战 这千五之战的话呢 是一个什么战呢 这个我们张老师呢 这个 这个 这些人 这个 在那个千五之战的地方 又打了一战 啊 在那个战一战 期间的话呢 还有生了一个儿子 估计是赢了 所以就 啊 那看来是打赢了 是吧 这个 这个 你本纪宣王三十九年 王宇江戒 战于千五 渠次战事 以为此一列 他没有说输赢 没说输赢 那么他起个民族的话 第一个是结了仇了 第二是成师 所以这个师父曰 这师父是什么人 他有记载吗 师父 进过大夫 是进过这个大夫 明如智 我把它写一下 进大夫 他就进过大夫 他就进过大夫 讲 说这个很奇怪 一斋 说君之名之也 所以说国君的话 给这个师子 这个起名字 说这个出名以至义 这些名字的话 你要何时义 义者毕业 义以出离 你只有这个事业 做的事情 名字起得何时的话 才会的话 和这个礼 礼的话 以正礼 和礼的话 才能够抵政 才能够行政 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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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这个政治 政策 都是来这个 这个 观政 或者是来这个 这个 正礼的 自己对民众 是以正诚而听 离者深乱 家欧 类非 也说呢 家欧就是善欧 非的话就是配偶 就匹配的意思 家欧的话称之为非 所以,怨呜的话,对愁,读成愁还是愁呢? 可通还是愁? 意思就是愁的意思。 在讲反人的时候,这个愁,一个是仇恨,还有一个是匹配。 匹配,匹配的话呢,你看,这图的这个 反训嘛,反训它是稠,它有匹配的意思 就是在这地方,我也没关心,这个号是 这个,这个,但是稠本身它是 那环节字怎么写的,它是不是有一段那个环节字啊 它这个就是,就这样写的 就这样写的啊,对 这个字是什么字 这个字是什么字 这个是稠本的稠 就是稠本的稠本 所以它这个字很可能还就是一个 有匹配的 因为你说讲反训的时候,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是稠本,表面的字面上这样说,接稠本 那接稠本,反训就是 就是,它有个这个匹配 有它相反的,对立面的意思 有它对立面 那是匹配吧 看一看 作为性还是性穷? 嗯,性读成九,是吧 穷性 所以说呢,加过时就就非 比如说两个人的话呢,很好的话呢,就称之为非 如果说两个人的话呢,有怨恨的话呢,就称之为这个仇 或者是这个仇 古之命也,古代的古人的话呢,就这么讲的 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军命太子月球 那个地月城市,史兆万云 所以这个名字起的反了 如果老大起的城市啊,老二起的球还无所谓 这个起反了,凶起屁股 那个凶啊,那个屁的话呢,就被人代替了 所以叫非调的意思 哦,他如果是那个通简的话,他通一个球是匹配的 就是那个,习近第一说吧,要用属于屁股号球 通那个球,那是匹配的 屁股号球 对,球走出跑了 和这个是武童球 是这样的,那这时候才有匹配的意思 嗯,你所谓的 这个甲铁的完全 他这个是等于这个通简单吧 他表现匹配的能自行 嗯 除愁 除愁,内文就是除人 我刚才写那个字的话 那字怎么,内文是愁 就是愁啊 我常常用的指点 跟这个字同感 这个和那个球 跟球同感 有些愁犯的意思 对 那么这个意思呢 古代还有个词嘛 除愁嘛 除愁就是这个愁,这个愁加那个愁 前面是这个愁,后面是那个愁 所以古代它还是两个字 哦,两个字 除愁,那就是这个 救赎 愁敌,愁慧 对,那个愁的话呢 是愁犯的意思吧 除人 就是人 旁边 他就是说 通,通那个愁 然后那个愁呢 他就是公愁 世愁 世愁 私愁 那个完全 黄阳兄 那个五代史经关断记 即除愁已灭 天下已定 一夫夜夫 乌之 死定 呵呵 这个除愁呢 就是 冲击,敌人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仇恨 仇敌的意思 对吧 就是那个愁我约仇 两个人的话呢 也仇恨 不和睦 和睦的话呢 就称作为这个非 非的话呢 它就是匹配的意思 两人呢 匹配 这个非 他说 只有主动仇对主 才有仇恨啊 愁恨啊 愁恨啊 不求 求 就没有仇恨的意思 是吧 没有 求就是 没有 或者是蓬佩 或者是信 才有求 其他的都是 恃仇啊 仇恨啊 怨恨啊 所以这个求的话呢 才有愁恨的意思 有 所以才会说 愁无之俗 因为它也是这个 愁恨的意思 但是呢 还有这个求的话呢 它有隐身的意思吧 又有仇恨的意思 所以的话呢 它才会 不好的 才会牵涉到这个问题来 对吧 它本身的话 如果说 它没有这个意思 它不会这么想 那爸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怎么说 要加偶和愿偶呢 就是因为它给这两个公子起的这个名字 起反了 取这个求的名字 不太激烈 不太好 那应该顺不起名 因为一件什么事 顺不起名 所以那一件事 然后就是 变成那个愿偶呢 对 所以就是 就是讲了后面的这个 静国之乱 那一乱的话呢 从这也开始起的 所以的话呢 不看后面呢 不知道 看了后面之后才知道 所以后来讲 你起名的时候也没起好 所以它前面都有一个粗 你知道吗 比如说你当初起名的时候 你当初啊 这个两个孩子的名字也比起好 所以藏人经国的话呢 很多年的话呢 变成了这个内乱 由这开始了 那么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 老梁 别别别别 往下注一下 不过来 从哪开始这个 跪之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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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史外 故封还属 还属于求 后 敬后之孙 连帝父之 师父曰 吾为国家之利 本大而未小 过小 事已能故 故天子建国 诸侯律家 亲自测世 大夫有二宗 事有弟子弟 庶人工商 各有分亲 皆有软衰 事已民服侍其善 而下无济语 今敬殿侯也 而建国 本季若也 其能久多 嗯 好 先到这儿 那么讲的话呢 这个惠子二十四年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惠子二十四年的话呢 是不是应该就是那个 晋慧公吧 是讲的这个 晋国的这个 这个 这个国君的这个称号 是吧 鲁慧公 慧 慧公也 哦 就是鲁慧公 二十四年 对 他这个还是以 鲁国的这个边缘来算 然后在这一年 晋国二十四年 那么 慧 慧公也 敬殿侯 足于 此 那么 现在的话 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 这个 鲁慧公 对吧 鲁皇公 那么这个慧公在哪儿呢 就是 慧公在哪儿 对 他现在是皇公二年 对 现在是皇公二年了 那么他这是前面的事情 对吧 他这是引公之前的事吧 那引公之前的话 我们不想出乱 他讲的几条背景吧 我来看一下 因为在这个 在这上面 没有慧公 在这上面 没有慧公 引公之路 没慧公 那引公之前的事 他在开始 在慧公这个禁国 初建国时候的一些 乱严 来 我来看一下 看看这个 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你看看这个 十三斤这样 就是 对 就是 十三斤了 讲的鲁慧公是吧 对 十三斤呢 提到的是鲁慧公 慧公是鲁慧公的 绝对 这个 这个 你看这个 春秋的话 那 这经的话 就是祖国的这个 历史 应该是慧公在一公之前 哦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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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鲁慧公 啊 这是鲁慧公 二十四年 啊 啊 鲁慧公二十四年 他经过 十三年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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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 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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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放在那个 书里面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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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是那个 成诗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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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 对 对 成诗 对 好 那么一只讲的话 他把那个 小 看在那个 二人的话 那 弟弟的话 封到这个 就封到环叔到取卧来 是这意思吗 嗯 嗯 那么 敬喉之孙 敬喉之孙 圆斌父之 这个敬喉之孙 敬喉之孙 敬喉之高祖父 敬喉是完殊之高祖父 就是从师完祖父 完殊之高祖父 这个敬喉 敬喉的孙子 叫做阮兵党的 来祖父的 是吧 那么 完祖之高祖父 在征集上面是这样的 按静世家 静喉生喜喉 喜喉生献献献猎生墓喉 墓喉生还叔 静喉是还叔之高祖父 那么这样的话 如果说他是静喉的孙子的话 鸾斌的话还是成书的宿主人,唐书辈的,比较高义辈,是这样吧,因为他是高祖父,祖父上面的高祖父。 敬佛是喜国,ierungsohua 敬佛是喜国皇儿子, GH Carolina 现狂生,焕沟生,木吼亲生,穆沟生,桓生 敬佛是宿佛是精身上古代的,равля? 刚手大才是 Last compostс 高祖 土父,真 meds,国,高祖,是吧,他就是他是他的爷爷 爷爷是高祖 scri,是高祖爷爷 比烟还高 比烟还高 你看这个盘序大概是这样的 镜猴 镜猴是横枢的高度 镜猴 镜猴之后是洗猴 洗猴之后是献猴 献猴之后 献猴身 献猴身 从镜猴到横枢 当中 四百 四百 实际上他们是 那要素五福了吧 当然那直系的也不错了 高祖 征祖 征祖 这样的话 镜猴之孙 他去了山脉 他这个孙可能不一定 后代就表示 广义的以前 那就是镜猴之孙 你从这个书上面来说 这个书上面来说 他们已经是素五福了 那这样的话呢 他如果说镜猴之孙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轮斌的话呢 应该是 跟那个成叔的话呢 看两块 对吧 看两块 就是他的野本 来入到大师 这个当师父 那个师父的话呢 是 师父的话呢 就是这个 经过的大夫 是吧 听到这件事以后呢 说五文国家之力也 本大而莫小 根本呢要大 之业呢要小 但是的话呢 看来这个取卧的地方的话呢 是 比较大 这个意思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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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东西的 perceived 有其他 我自己能够 故天子建国的话呢 诸侯这一家 亲子澈始大服有二中 天子的话呢 建立国家 因为天子它只忧天下的 对吧 所以它可以奉奉土 它可以建立 奉土 真厚 然后诸侯的话,它可以临加,为什么呢? 它可以加这个大夫,它可以有这个大夫 然后,这个大夫的话,就是无亲了,对吧? 它可以直测试,众词得以词 实际上,那还有,再把海语给人家测试了 这个测试的话,我可以称为亲的测试 它长子继承,然后其他的海词,给你分音看 它越来越小了 对,在前面,这个叫什么 乌文,国家之列,本大而莫小 那么,那个大夫有二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张老师,你帮我看一下 大夫有二宗 一子为小宗,四子为二宗 一子为? 小宗,是一二 小宗,是大量的小啊 一子为小宗 一子为小宗 四子为二宗 四子为二宗 它古代,它可能是 我不是我理解的对应,对吧? 你一个性,对吧? 你继承这个笛子,它使用一个积 嗯,嗯,嗯,嗯 然后呢,它的四子呢,它虽然讲 它的这个宗是,它是积 但是,比如说,封在五地,它可以移这个地 对,对,对 然后,它的后代呢,就是这个性 然后,我们今天看的就是,某某性 有初次某某性 哦 它这个就是,它是这样的 然后,这样的话呢,大夫的话呢 可以有二宗,对吧? 这个大夫的话呢,可以有二宗,对吧? 然后呢,四呢,有利子帝 这个利的话呢,就是,级别比较低的那种 世卑,自以为其子帝为储帝 啊,因为世的比较是自由人的最低党 自由人的最低党 那它的这个,在下面呢,就把它,世就把它看到就是 就是利,利啊,或者是徒 啊,利徒 就是,它那有这个利子帝,对吧? 作为四人,它有利子帝 社会等级是出来的 然后,对,这是社会等级,你知道吗? 这个素人的话呢,有这个工丧,各有分亲 下面的话呢,普通百姓的话呢,有工丧 节有等衰 素人,无父尊卑,以亲书为更平 啊,没有准备 他这方面的东西,按照他的有分就是不错 啊 天子,祝福比天子一几嘛 然后祝福再分,大福比祝福人 对吧,一几几的下方 那么这个陆地呢,是以您福事其上而无际遇 那大家的话呢,各安其分 各安其分的话呢,你就不会去际遇 啊,你不会去那个想那个监狱啊 啊,今天的话呢,就禁 殿佛也 那就是那个,那个,按照原来那个分钟的话呢 就是这个,那个,它属于这种殿佛 殿佛的话呢,第一个是,那个那个厚福是吧 第二个的话呢,是这个殿佛是吧 就是它这个这个,排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这个这个,那个,要查一下那个这个殿佛的这个位置啊 这属于,叫五福啊,不叫五福呢,就是那个那个 有殿佛,有殿佛,有殿佛 啊,有彩佛啊,有这个 就是这个,是一个小的名字 什么 福电佛 猴电佛 对 猴电佛 对 这就是叫六福 coû 熊 它是一种金的,就是福电佛 它是猴虎电佛,它是属于这种电佛 离天位的话,相当于处于第二轮的位置上 第一个是后腹,第二个是变腹 古智,撑离王城五百里的区域,能以九足之一 只忘记外方五百里至千里之下的区域 就是后腹,就五百到一千之间的就是殿佛 然后后腹,古智升离王城五百里的区域 后腹是五百里吧 对,后腹五百里 后腹五百里,殿佛的话就是五百到一千是吧 那么它属于这个也算金属附近的 这个殿的话本来也有交续的意思 是吧 而建国 就算你不可以 简单讲的话呢 它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作为这个侯国啊 就是一个诸侯国啊 就是一个诸侯国啊 不能建国啊 就是把他那个换出于许侯啊 那么它诸侯上呢 就是讲主啊呢 你这个靖国啊 本身只是一个祝侯国 你那是不能够建国的 但是你念侯爷 你今天作为侯爵的话呢 你建国了 本即若以其能九足 就是你的国家的话呢 这根本就做了 一本二啊 国家分裂吧 那讲的是这么的意思 对吧 那前面讲的半天的话呢 是这么的意思 那么下面接下来看 先在这里读一下 好了呀 你这个再往下读吧 我来读一下 好吧 会职三十年 进班复世 招活儿 骂完书 不客 进人必孝 会职四十五年 秋卧光华华 世孝 一人密起地恶侯 恶侯生哀侯 哀侯之心 一行亭治田 行亭难必起 修卧法义 嗯 到了鲁匪公三十年 这个晋国的那个攀侏 这是晋国的一个大夫吧 二夫 晋国的大夫 是吧 哈纳就把谁给上了呢 把这个招活 这个招活的话呢 应该就是晋招活 是吧 就是本来的话呢 晋国的原来主要的这个 这个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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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那个球吧 那个是球 一个招活 啊啊 那你 叫球的那个 对 这个招活 猜一下就是这个球 就是它的肉肉 应该是 尝一下那个敬招侯是不是这一条囚的那个 尝一下那个白桌上看那个敬招侯 那个是敬文侯的儿子 对 那个叫 木侯之 那木侯的儿子是 哦 那是球的儿子 文侯就是球 文侯是球 那球的儿子 啊 球的儿子的话呢 就是这个那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招侯是吧 对 那么这么讲的话呢 那时候球已经那个死掉了 对吧 他儿子弃成了他的这个位置 结果呢 就被这个这个这个靖国的大夫呢 把他儿子给杀掉了 啊 把这新招侯给杀掉 对吧 杀掉以后的话呢 就立了一个环树 那环树的话呢 那么这么讲 这环树是招侯的树树 对吧 嗯 是这样讲嘛 就是遇到后的输输 对吧 但是不克 输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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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啊 就是招侯于远输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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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赵侯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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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侯 他虽然把他哥哥的儿子杀了 但他自己也没有历程 没当成经过的 到了绘制45年了 鲁慧公45年 取卧的封国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专国是谁呢 桓叔子 已经到了桓叔的儿子 这一代了 桓叔就差点已经过世了 是吧 开始的话 法义 这个义的话 实际上就是静侯所在的地方 他还在经过所 他还在经过所住 他还在经过所住 看看托卧的话 就是给他奔奔的 第二个地理 托卧在义的哪边 新哪边 我这个地图 等一会儿看一下地图 那么 法的义 他还在乔华 红兰正宗的 恶恶的地图 结果把这个孝侯给杀了 那么实际上 他也是把他执 堂执子给杀了 他还是比他高一倍的 把那个孝侯给杀了 结果的话呢 这个寂寞人呢 他呢 立其地 恶侯 还没弄上 对吧 这个弟弟的话呢 把那个孝侯的弟弟 给立起来 就称为恶侯 那么恶侯呢 生了一个哀侯 那么哀侯的话呢 请静庭之田 那么这个哀侯的话呢 他自己的话呢 这个哀侯的话呢 去寝队的话呢 这个静庭这个地方的田地 结果在静庭这个地方 这个南北 南边的这些人 郊区的人 齐取卧 法律 那么 静庭的地方 这个南边的地方的人的话呢 南郊的人的话呢 就开始的话呢 就是这个取卧 应该说这个取卧 这个取卧 这个取卧怎么解 就是那个 引导 引导 启发引导 引导这个取卧呢 去给他做向导 去罚这个义 自己输了一个敌 这个敌的话呢 这个敌的话呢 南南向导的话呢 没有说他的这个 这个取卧的 这个敌对的这个 这个 这个敌对国的话呢 就去罚对求啊 那我们现在的话 我就加了一段的话呢 我们在第三讲里面啊 就讲到允国五年的时候 就讲了呀 因为我们当时讲第三讲的时候呢 没想到这个 没想到这个 没提这个敌国的这个 这个 喉嚼苦 啊 那么敌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说这个敌国啊 是畸性啊 啊 敌国是畸性啊 啊 啊 五王子 唐书鱼之后 那这也是五王的儿子啊 啊 啊 这个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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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那个 按照这个 世间里面讲的 实际里面讲的 就是挂那个 工业的这个 是不是封在这个 就是这个 五王子这个 这个唐书鱼就封在这个 这个 啊 鱼竹啊 就跟五王那边玩的时候 那个捡那个工业 查一下看 是不是这个 讲的就是这个 唐书鱼 对 因为原来 啊 是这样吗 是的 那么 那么 为什么叫唐书鱼呢 因为原来那个地方 寂寞原来那个地方 是唐过的 所以把它封到唐的那个地方 的话呢 所以叫唐书鱼 那么后来的话呢 怎么 就变成了这个 你看 后面讲啊 这个 这个 城王灭唐 是唐书鱼 对了 那就是 城王呢 把唐那国给灭了 所以把它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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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王 五王子 唐书鱼之后 那就把它的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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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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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 这个 那个 就是 五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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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那个 俗鱼的话也是五王子 那么 城王的话呢 灭唐以后 就把它 从里放在这儿 这个 用树叶封到三处封了他 就是讲了他 就讲了一个 一层树叶 那个时候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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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家 十关 就把它给 寄开来了 那 太原的话 静阳县 是 今天太原 太原呢 这个静阳县 这个也是这个 我今天写的这个的话 是很好的事 你现在比较近了 太原 那个 静词 那里还有静词 对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静阳县的地方 静词 那么这个的话呢 要看那个 宋总的那本书 杨国俊的那本书里面 他会有今天那个位置在那里 就是 静的那本书的话呢 是跟今天最近 那个 那个 张老师手里那本书呢 比较老的 就是那个 讲的是最远的 然后的话呢 那本红书是在这手里面 那本红皮的硬本 是在那个 在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的话呢 我写的就是 那个 那本书里面 那是很好的 就是讲的 他那的地方 宋总的那本书呢 等到 他会讲的一个位置 是在哪里 今天是在哪里 那么 近太原 近阳 那么 也还是在3C 怎么讲 就是太原就是3C 那么现在在太原的话呢 这个位置 应该还是在现在的太原 大致的位置上 那么 近阳 那么 近阳的话呢 应该说是 原来有近水 近水之阳 近水之北 就是称为近阳 所以原来为什么要改成近呢 所以说原来那地方可能有近水 现在也没有近水 明天都有近水 所以后来就不太明白 他为什么改成近呢 那么 谢父 改成近 那么讲了吧 谢父 谢父的话呢 就应该是那个唐书鱼 唐书鱼的儿童 对吧 这个谢父 谢父呢 改成近 谢父 孙成侯 谢父孙 谢父的孙子的话呢 到了成侯的时候呢 西都取过 前都大概就取过 近河东文喜县司令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还是比较早的 对吧 那么 河东文喜县 这个文喜县的话呢 后面讲的话呢 这个是汉代的文喜县 这个 说当时啊 这个河东文喜县呢 这个顾曲卧影 说当时汉武帝呢 说那汉武帝的话呢 远顶六年呢 路过这儿 就改了一个名字 为什么改了这个名字呢 因为他路过这个时候呢 正好那武帝的话呢 听说那南岳被攻破了 所以呢 他就闻到这个西郡 闻醒了 闻到这个西郡 所以他当时就把这个 路过这个地名的话呢 就改成这个 这个闻醒了 他就讲了文喜县的 这个来历 就是汉武帝里的感觉 就是汉武帝里的感觉 那么说那幕后呢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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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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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年,隐功五年代 前途與將進入後 實際紀念 前途與將進入後 前途與將進入後 實際紀念 曲沃桓书就是成诗 木侯习都将 就是木侯习都将 没有给 没有给 打错了 就是木侯习都将 将人认为九四法 进国九四法 然后这个角色放 这个木侯习都将 就把这个都城的话 迁到这个匠的地方 迁到这个匠的地方 到了恶侯二年 如隐公之园年 那么就是到了这个恶侯 前面讲的话 就是那个那个 孝伯被杀了以后的话 这个艺人 就是那个都城的那个人 把这个靖国的国君 列了这个恶侯 到恶侯二年的时候呢 就进了就是春秋的如影公元年 就对起来了 因为前面一直在讲 当初当初嘛 那么到了如影公元年的时候 就恶侯二年了 那么到了定宫三十一年 就是讲整个的 这个靖国的一个类似 到了这个 这个靖定宫的话 三十一年的时候呢 就破税了 破零之税 就是这个春秋破零的那一年 那么 初宫八年 而春秋之传终 到了进初宫的时候呢 春秋的话呢 就结束了 到初宫十七年的话呢 这个初宫就死掉了 自初宫以下五世八十二年 到初宫以下的话呢 还经历了五世 然后呢 而韩兆魏 把命运 那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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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兆魏三家奔进了 对吧 这个韩兆魏三家奔进的公元前的话呢 这个是 403年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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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应该的话呢 这一年的话呢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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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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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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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林之岁 有什么 我们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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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老师来自帮忙讲一下 霍林之岁 什么意思 那就是 应该是这个 春秋的 最后是什么 春秋是 有什么风 最后应该是爱宫 爱宫的时候抓到了一个麒麟怪兽 爱宫上下的将军把麒麟杀了 这个消息传到孔子一描述 孔子讲这是麒麟 那不是很珍贵的东西吗 你跑去看 一看被杀掉了孔子就很失望 霍林珠穗也失望了 这是奇异上的东西 祥瑞的东西 你把它给后悔 那不就反过来了 灾难了 所以霍林珠穗的话 这里就是那一年 爱宫获得麒麟的那一年 那一年也就是孔子写春秋写到那一年就结束了 也有时候前面讲 正是因为这个事情 孔子有敢于这件事情 一个就是 你本身是一个乱死 一个摔死 你奇异出现 对吧 二一个就是 你出现的话 他被人给得了 给杀了 这个奇异的话 古人就称之为武林 武种灵兽 第一个就是这个奇异 奇异的话 实际上是由现在讲 是一个古书 没见过的一个东武 第二个就是 古人的话 因为这个灵兽里面的话 有这个奇异 有这个凤 凤的话也是一堂凤鸟 也是一个 没见到的 没有的 有的 有的龙 龙也是没有食物的一个东西 那么还有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鸟 还有一个就是白虎 古人的话 他认为这五种龙虾 是零兽 是零兽 像只有这个奇异的话 只有在盛世的时候 才会出现 那么你乱世衰世 武爱宫在这种衰世的时候 出现奇异 然后的话 还被人在做 还被杀掉 所以公主的话 他有感于这种事情的话 就开始做这个春秋 他已经 古迹希望行 这个清笔 他挺笔的 对吧 对 有感于这个春秋 他就写到这 他就写到这一年的话 就不再写了 再过两年的自己的死 写到这的话 就不再写了 那么你说 这就是刚才你老讲的 鲁林之税 那么我们去猜一下 它是哪一年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鲁林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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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年的话 这是讲的 这个 禁定宫 因为现在是讲 静国的这个事情 禁定宫三十一年 就是鲁国的这个 这个 鲁林之税 鲁埃公十四年 鲁埃公十四年 尊精税 鲁林之税 尊精到 鲁林之税 鲁林之税 这就前七百 啊 四百八十一年吧 再过两年 四百七十九年 鲁林之税 嗯 б işte70 україн之税 呃 Forget руки 是啊 四百一 不好意思吧,公元天481年,看是不是? 差不太多,这个年纪差不多,为什么呢? 因为讲,孙充建和春秋相达了70年,公元天403年开始, 这个的话,481年,这当中就相达了70年。 对,公子是公元天479年刚好。 过两年以后就是了。 这样的话就是,国安宫14年,公元天481年, 这个是刚才纪老师讲的,过年之岁。 过年之岁就是一个年份,在那一年发生的一件事情, 出现这个麒麟,麒麟又被得住了。 到了初宫八年,春秋之段中, 那么就是说,到了晋初宫, 第八年的时候,春秋之段就写完了。 写到那年。 初宫17年,死掉了, 然后就说,被韩刀卫灭掉。 下面有五四,八二人被韩刀卫灭掉。 那么,汉书地理字,这个就讲过了。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地图。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 这个晋国,主要是在三星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地图。 我已经发到实力的第六项,可以打来看。 它这个主要的话呢,就是黄河。 黄河的话呢,有一段呢,就是南北县的这个黄河。 南北县的黄河呢,西单的话呢,就是陕西。 东边的话呢,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山西。 我们看一下的话呢,这个镜。 这个镜的话呢,下面有个曲卧。 这个翼的话呢,这个镜的话呢,在它的风水间。 所以这个曲卧的话呢,在它的西南边。 在这个翼的西南边。 那个翼的话呢,跟那个镜的那个地方,差不多对。 那么现在还有翼层。 应该就是古代的那个地方。 现在的话,还有文玺县。 文玺县当然还有。 所以它刚才讲的文玺现在来临了。 它在这个初点之处的话呢,就是汉秘被改的。 原来就要曲卧。 现在的话呢,那种比较曲卧了吧。 看这样写法的话呢,那地方比较曲卧。 应该加文玺。 所以说是这个,就是这个老的。 就是这个老的。 哦,曲卧。 这边看不太清楚。 这是用那个那个咖啡色写的。 就是这个老的。 噢,曲卧。 现在没有了吗 现在没有叫中国的地方 那么红码寺 我有一本红码萌书 就是专门写的当时这话 这些这个金国的 中国的这些萌书 写在什么地方呢 写在石头上 在这个红码 写在石头上 许多谢现在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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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扇货 新的 instinct 还有性是 值得 уже чист power 红码人 现在红码人有 那么现在有温喜吧 温喜宸 要温喜宸 虚弱现在是个县 也有 有虚弱也有 两个艾首的县应该是 侯马也有 侯马也有 这个义还有吧 义成县 现在义成也有 三星天不地 你可能都留不在哪里 那个酱有吧 酱也有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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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也有 也有酱 叫新酱 是吧 应该是降陷 新酱也有 酱县也有 新酱也有 酱县 始称不降 是属于硬成 还有五降阵 估计就是 三子任那个降 嗯 所以这个山西的话呢 春秋这个山西的这些挺明显大家都在 啊 分了很多啊 分了很多啊 分了很多 五降陷 新降陷 那北部自东向西游一城取卧两县和浩马市环绕 降陷是遥忘固移 禁之固移 中国固移 禁之固移 禁之固移 这个降陷 公元前五块四十一年金平公社是降陷 成为中国第一个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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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几点啊 三地 哦 三天五十 哦 四天五十 那我们今天的话 基本上就 就讲了一个荒谷 嗯 哈哈哈 那我把近国历史给搞荒谷 而且荒谷 对 那个那个 开始的话慢一点 到后面的话就 就容易一点 啊 因为那个 否则的话都搞不清楚 他说的呢 前后 前后 我关系搞不清楚 啊 你这个世系 记不住啊 这些人都 刚才是奴随公 对什么 其实这个隐公他父亲的 对 这一下就迷惑了 哈哈哈 他说这个 取卧类积 打了七十年 啊 取卧和那个 那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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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 打了七十年 最后 实际上去 后面是曲护 又把它给 代替 对 对 带替 对 对 对 代替 终于一顿犯的就是那个营业门 所以 曲莫后来比较厉害 他把那个镜弄了以后 然后把镜的那些宝藏 送给了那个周天子 那个周天子好像是蛮穷的 竟然近年开 所以就分他 冬中的主流是穷 就直接把它给封了 直接封了他 其实那个叫什么佛 他封他的那个弟弟也是有佛 那个是不对 后来的蒙古就犯这个错误 所以蒙古乎成绩斯坦以后 越来越多 子弟 都 华佑国 一分为二 然后再下一代 那就是二分为四 怎么越封了 所以现在就是有佛 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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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今天就 到这儿 好 谢谢